GATCHATCHU 近期說起遊戲最Hit的都一定是 《猛藍執樹枝》 不過其實同期都出了很多好玩又有趣的新遊戲 就好像這隻 這隻手機遊戲比較簡單輕鬆 它是上集同名的改良版 由橫向邊轉向 而且加到Z字 最重要是什麼 這隻遊戲的玩法十分簡單 它最主要是控制小新可以左右移動 跳躍和陸地 還可以幫小新收集他最愛的恐龍零食 而這些零食其實是分數 得過越多就越高分 越高分就可以得到更加多的猩猩幣 而且遊戲可以說是沒有盡頭的 只要不撞到障礙物 一直找到明年佛彈都還可以 遊戲除了小新自己跑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人物角色 幫小新打氣 每個都有不同的技能 每次可以帶三個形容角色出去 至於如何配搭和組合 絕對是拿高分的關鍵 在遊戲元素方面 這個遊戲和大部分的手機遊戲一樣 都有做任務 物品交換所和扭蛋系統這幾樣東西 首先說扭蛋系統 這遊戲所抽的多數都是小新的Cosplay服裝 而這些金色珍珠的物體 就是扭蛋貨幣 30顆抽一次 而300顆就可以連抽11次 中不中最高級別的四星Cosplay 3 就看你運氣了 唉不過小編的運氣真是一般 最厲害的都是只有三星 不過講到最喜歡的 都是你的天牛胡心 抽到的衣服可以按到左下角的Cosplay裏 幫小新替換 還有套套都有不同的技能 你還可以用星西幣幫它升級 至於想做任務 進入右上角戰爪的第一項就是Mission 裡面會有角色各樣不同的任務 只要滿足條件就可以得到指定報酬 而有些報酬會是應援角色 有些就會是扭蛋珠珠 要清掉它 唉 就算他上班了 做完任務 不要忘記按入右上角戰爪第四格的Planetor 領取獎勵 在交換所裡面 可以換領不同的小新Cosplay 3 或者是特定的應援角色 想換完全部嗎 那就要努力刷分了 介紹了這麼多 相信小新迷都急不及待想帶來玩 唉不說了 我繼續跑步步了 看見了 我先再看見 好 好 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